北韩的飞弹发射技术是最近有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根据了外媒报道 北韩疑似害进了俄罗斯的火箭研发系统 才会有如此快速的一个进步 而路透社也揭露跟北韩政府有关的精英骇客 去年入侵俄罗斯主要的火箭研发商 切落美设计局的电脑网络 秘密安装了隐秘的后门城市 骇客行动至少已经持续了五个月 而之后北韩弹道飞弹计划就传出多项的进展 另外来关心国际聚焦 中天全球现场营秀电视带来关心的是 南非总统拉玛福斯在昨天表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南非 双方会对8月22号来做会面 而且将强化双边的关系 亲属相关的备忘录 南韩市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8月将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的峰会 南韩总统声明指出 习近平会对8月22号 在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亚 进行中国南非元首会面 不大陆外交部没有证实 只表示会随时发布相关消息 乌克兰安全局最近已经拘留了一位女泄民 这个女泄民她试图要取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访的新增 涉嫌替俄罗斯俄军以空袭的方式 暗杀泽伦斯基 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说经过了调查 嫌犯是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居民 还曾经是当地一家军用品店的店员 乌克兰透过了监控嫌犯讯息往来也发现 他去了很多地点而且拍摄了特定标的物 无果因此破获了整起计划暗杀总统的行动计划 最新的连线同步来关心争议不断的南韩世界同军大会 在今天上午开始大规模全数的拔营 这场活动因为事前准备不周 达至今亲人中暑 而最后决定要全体撤离 是因为路径诡异的怪台卡诺 月季将登陆南韩的南部 目前最新的状况 我们连线国际中心子余告诉大家 是的主播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在台湾时间早上九点多 路透所提供的南韩世界同军大会 新万金营地的现场情况 可以看到有许多接驳巴士陆续载着这次 世界同军活动的参加者离开营地 南韩官方是在昨天7号下令 全数撤离露天营地 而且是由总统尹席月亲自决定 因为路径诡异的怪台卡诺 才刚离开日本冲绳 又预计在10号上午登陆南韩的南部 世界同子军大会主办单位 因此宣布将同子军全数撤离营地 这场被南韩网友痛批为国耻的活动 因为天气酷热 第一天就传出400人以上的中暑人数 随后还传出有新冠疫情 以及性骚扰事件 包括美国 英国 新加坡 以及中华民国参加的1000多名同军 都详细撤离或是考虑撤离 根据联合报报导 我国部分县市代表团自行安排 桃园市政府则是安排入住首尔近郊饭店 但高雄等县市会议原定行程 安排首尔旅游 不会提前返台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交还给棚内主播 帖 wrote 批证 四周 Elite